1月24号花花特地从火星赶到长沙参加甜甜向上的节目录制 而在节目中被问到过年想去哪时 花花毫不犹豫地说想去丽江 而理由居然是 不是我 我哥跟我说 说丽江可以遇到女朋友 这么简单粗暴的理由简直让人无法抗拒 粉丝儿们还不赶紧去丽江端点守着我花 说不定就有机会偶遇花花成为她的女票 登上人生巅峰呢 而对于粉丝们一直都超关心的 花花到底会不会踢管我是歌手 花花也首度做出了回应 对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都在说我要上 但是因为目前导演组可能还没有 没有跟我联系 对 然后 而且人是不是已经订完了应该 订完了吗 还没有 我也不知道 因为还没有人跟我讲 对 我觉得 因为这个舞台其实 在我眼里我看来 他其实就是一个表演的舞台 我觉得他不太像是一个擂台 因为大家已经没有什么可比性了 能够站上这个舞台的人 都是已经很牛的人了 你说他们去怎么比 我自己都不知道 更多关于花花的精彩内容 那年初二晚 记得锁定湖南卫视天天相伤哦 芒果老新闻 还是想看到我话题 管我是歌手报道 我本 Geez 不愿意 散步 我 你 对